你的十五年或以上的雪櫃 可以用你高達一百五十元一年 是時候擺脫它們了 為了環保 立即參與這個節約能源計劃 請到powerstream.ca 或支電一百七七七九七九四七三 我們替你免費帶走它 早安 今天是嘉賓援子 聽到這麼正義的歌曲 你就知道了 有正義的朋友上來了 大家今早我們也提及過 在星期一發生的入屋的兇殺案裏 我們今天很開心 請到滅絕熱線的主席Joseph 上來 跟我們說說整件事的經過 還有希望各位觀眾 如果有消息 就可以打電話去滅絕熱線幫忙 是的 恭喜今天Joseph 上來我們自己和我們講 Joseph 你好 早安 沒見 一段時間沒見 你挺好嗎 是 OK 謝謝 不如跟我們再複述整件案件的事情 我們只知道 是發生在11月8日星期一晚上的10時多 York region的警察就回應了一個911的電話 是 求助的電話 他們去到Helen Avernon的時候 發現在屋內進去已經很明顯地 一個53歲的女士 身體上有很多傷痕 已經是死了 一個57歲的男士受了重傷 那屋內另外還有一個24歲的女士 就沒有受到傷 但是當時他那個57歲的男士 和這個24歲的女士都送了去醫院 那現在這個男士就在深切治療報告 是 還是受傷得非常之嚴重 但是已經是沒有了生命的危險 那現在這一件在當時來說 就因為在附近的 有那些安全的陸景帶 就拍到有一輛2007年的 或者再新一些的Akra 那當時警察就認為 這輛車是有可疑的 那一輛就是一輛ACRA的CESX 當時他們就認為 這件事是有可疑的 但是你們都在網絡上已經看了 他們已經清晰了 這輛ACRA是跟 這件案件是沒有關係的 OK 那詳情來講 在這個時候 因為都是一個很早的 研究的階段 所以警察那方面 他們沒有給了很多細節出來 很可能他們自己也在查究竟是甚麼 就是有很多東西表面上 或者你看上來是這樣的 有很多真正正認的東西 他們還沒有確實 他們還沒有說出來 OK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他有三個SUSMAN 即是現在確定了是有三名疑犯人 確定了有三名疑犯在這裡 第一名就是一個男士 是黑人的 是 28歲至33歲 5呎6吋至5呎7吋高 OK Medium build 扮了一些很長的 扮邊 扮邊 而且穿一些很深色的衣服 OK 這一個是 另外一個也是一個黑人的男士 就是31歲 5呎7吋至5呎8吋高 瘦削身材 OK 就戴了一個頭巾 OK 那些Bandana 我們所謂俗稱的 Bandana 它那個頭巾 就穿了又是一件黑色 又沒有的Sweater OK 另外一個就是男性 不知道它是甚麼膚色 OK 就是瘦削身材 港的口音有些Carabian的口音 即是加勒比海那邊的口音 那現在警察最需要就是 如果有人知道 或者看到有些可疑的人物 或者有三個好像這個疑兇的 的跡象 通知我們 如果是不想 將自己的身份 或者名字 或者不想 將來是想 Code 做證人的 可以 先給電話 滅序熱線 那由我們 將個Tips 傳給警察 因為再提一提大家 我們之前和Joseph 已經談過很多次 對滅序熱線也很認識 就是說你們想打電話上去 提供的所有消息 所有的資料都是匿名的 你不需要擔心 或者將來要出庭作證 只要你打電話上去 他們會保密你的資料 以及你的個人資料 絕對 完全免除了大家這些擔心 滅序熱線的電話 就是100222Tips 大家如果有任何消息 都是打上來的 Joseph 我就想問一下 其實這宗案件 就發生在Markham 那個地點 相對於整個GTA來說 都是我們覺得比較安全的地方 是 大家都開始比較擔心 是不是現在 連安全的地方 都開始變得不太安全 這件事 有很多東西 都是有時候有一個個別的案件 是 York Region 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加拿大最安全的 其中一個社區 我們在全加拿大的社區 York Region 是排第二的 另外一個社區 是比我們小很多的一個社區 他們的治安 亦都人口亦都少一些 所以在York Region來說 我們還是一個很安全的社區 上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大家要放心 即是不要擔心個別 不需要擔心 擔心得太多 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們 York Region的警隊 工作的效率 他們 跟社區的聯繫 跟傳媒的關係也很好 所以我們 在這一方面來說 Cribe Stopper 也盡了自己的責任 把這三方面拉在一起 所以我們York Region的市民 不需要擔心 大家不要太擔心 不過再提提大家 這件案件發生在 11月8日晚上10時半左右 Helen Avenue 大概在 Kennedy Road 和Hirway 407的交界 如果剛才大家聽到 Joseph所說的三名疑犯 如果曾經見過他們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打電話 去這個滅罪熱線 現在來到11月 差不多叫做年尾了 不知道滅罪熱線 在未來的一年 有什麼展望 今年我剛剛才當了他們的主席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新的接觸 其實在我們兩年多之前 我們York Region的Crimestopper 因為我也解釋過 加拿大有很多不同的 Crimestopper program 奧塔利亞有大約80個 全加拿大有大約超過了 差不多200個Crimestopper的 就是那個program 我們其實是一個很地的program 但是我經常提到 籌款是我們一個最大的 重要的責任 因為我們那些tips 如果他們給予一些tips 我們是破到案 我們是有獎金的 那些獎金也要有個地方來得到 那籌款呢 以前local的籌款比較容易 現在始終一些大公司 尤其是他們是national的公司 對於local的program 他們的籌款比較低 因為他們是喜歡做一些 回到一些national的program 所以我們在兩年多之前 已經是有一個構思 就是為何我們不把所有的 Crimestopper 起碼在某一個程度 是unify 即大家統一 集中在一起 譬如 好像我們的logo 我們現在每一個program 有自己每一個program的logo 我們可以有一個叫Canadian的logo 我們只是它一個division 當然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東西 當你叫十個人做同一件事 都有時要一段時間 當時我們提出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由我們York Region的Crimestop 提出 最初的時候 反對聲音很大 但是經過了我們兩年多 現在已經開始越來越多人支持這件事 那可不可以在明年做到這件事 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我會盡力 即是這是你明年的目標 全國化將你的Crimestopper 我們就希望在這裡預祝你 希望可以搞到Crimestopper 可以成功 成功地搞到National level 我們今天很感謝Joseph先生 你和我們聊天 謝謝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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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信 ues sama 這裡 我